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亲爱的朋友 您下所收听的内容 由火水公共事制作 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书名就充满着祝福 这个书名叫做 给自己十样人生礼物 我一直在想 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 可以写这样的主题 那当然很多人说 在市场上不乏谈生涯规划 或者是给年轻人的祝福这种书 可是我每一次看到这位作者的作品 我都会觉得 他是用他生命真实的经验跟历练 来给很多朋友还有读者 一些很真切的建议 那这位作者呢 就是楚世音先生 如果呢 您是我们长期 有声书评的听众的话 你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前一阵子 有为大家介绍 楚世音的另外一本作品 叫做 在天涯的尽头 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那我想呢 大家对他不会太陌生 那在我们正式谈这本书之前呢 有一段话我想为各位念一念 这段话这么说的 人生很长 很多决定看起来很急迫 其实只要是好的决定 不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 因为我相信 只要寻着梦想的方向 画出清楚的地图 一定会越来越接近 虽然没有人能够保证 我们都能够达到目的地 但只要能够一直走在梦想的道路上 就是梦想实现 这段话呢 是楚世音先生在 给自己十样人生的礼物 他在所有的内容开始之前 送给所有读者的 那当然今天这一段访问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能够访到 楚世音先生 但只是因为他 一年365天里面 大概在台湾 在台湾的陆地上的时间 实在太少了 所以呢几经周折 想说也不要耽误了这本好书 介绍给大家认识的时间 所以呢我同样的很开心 因为呢在这世界上 我想除了楚世音以外 第二个对于这本书 有充分认识了解的 就是这一位了 也就是这本书的主编 大田出版的蔡凤怡小姐 凤怡你好 大家好 凤怡我刚刚为各位 做一个这样的开场 给自己十样人生礼物 那对于你本身是个 出版社主编的角度来说 楚世音先生 在你们家出这本书 是不是也算是 给你们很棒的礼物 是其实我觉得 世音他在我们公司 大概已经出了 有十本以上的书了吧 那其实我很早之前 就已经认识他了 认识他多久呢 这就不用算了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每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都会对作者 有很深的了解 那因为跟世音 其实又是作者的关系 然后又是朋友的关系 所以当他出每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会去想说 怎么样在他的新书上面 再多赋予他一些 更多的意义这样子 那因为认识楚世音很久了 那常常会听到读者就会问说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像对他觉得 你问了我的问题了 对所以有很多读者问 然后有很多上班族问 然后有很多大学生也在问 因为他有上过大学生的门上了大概两三次吧 那大学生也都很好奇 就是说请问你是哪里毕业的 然后你为什么又去埃及开罗念书 但是你现在可能在波斯顿工作 那可是比如说他MSN上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他的标题就是 我现在在泰国 我现在在上海 然后我在波斯顿 我在日本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大家就很好奇 就说那他怎么办到的 然后另外他又说 他有荷兰水手镇 然后他大概一年当中 会有十个礼拜是在海上 然后另外他 他做的工作是NGO的工作 但是大家会觉得 NGO的工作可以让他这样子 环游世界吗 或者是就是说 比如说他这里有写说 他小学三年级 就开始有环游世界的梦想 然后他17岁就开始出发 到现在从未停止过 所以他的那个里程数 他每年飞行的里程数 可以绕地球六圈 六圈 是 那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说 请问他的钱从哪里来 是 对 所以有太多人很好奇 就是说 除世音为什么像那个 Doraemon一样 他好像有任意门 他就说 我今天想要去泰国 一下子他开了那个门 就去泰国了 然后我今天想要去波斯顿 马上又飞到波斯顿去了 所以很多人好奇 然后也很多人好奇 他的生活的价值观 他对于他对于自己人生的价值观 然后对 更多人好奇 他的钱从哪里来 他怎么可以这么这么厉害 然后好像也过得还不错 是 对 所以有这么多的疑问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吧 那 然后大家也很羡慕他 就是说 那他就变得很神秘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把读者 然后把读者很有兴趣 想要问他的问题 就把他做了这本书 是 对 那做了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除世音他就说 其实他就是送给自己 这十样人生礼物 那其实每个人身上 其实都有这十样人生礼物 只是你没有去把他打开来用 对 然后你没有去把他认真的想过 你要怎么用他 其实他这边我打断你一下 就是您跟他介绍有关于 除世音他的一切 那当然的确 这个还蛮符合我们在媒体上 对他的认识 是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朋友的角度 你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 他从一个朋友的角度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说从朋友的角度 好 从朋友的角度 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他 来办公室的时候 来出版社的时候 他都非常的神采奕奕 然后他的精神都很好 然后你就会觉得 当然他长得还蛮帅的 而且蛮高的 对 而且他的身材练得很好 听起来是你的菜是吧 应该是说怎么样呢 就是说 我会觉得他每次一进办公室 其实都在发亮 是 那我们就会 以一个朋友的角度 就会很 怎么讲 很想靠近他 为什么很想靠近他 因为我觉得他很有活力 是 然后他对任何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他讲的一些 一些事情 你就会觉得很特别 因为他的国际观 跟他的价值观 其实跟我们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不同 然后总是每次谈话的内容 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 给我们很多启发 所以我觉得 而且他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会带一些 很特别的礼物这样子 比如说他会带 那个日本的扇子 然后还有带 有一次好像带 还带了一个马踪的启启 但是我就会觉得 他看事情的角度 其实 其实是很不一样 很特别的 他有他独特之处 是的 真的非常独特 所以 而且他每次一进来的时候 其实会在发亮 是因为他很注重 很注重自己给人家的感受 那种感受是说 嗯 他很有精神 很有活力 那我会觉得 就是说 其实这就是 呃 我们很想 我们必须要学习 也是必须要成长的地方 为什么他总是 那精神意义 那呃 后来在在私底下聊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他有各国的 那个健身房的 那个会员卡 是 为什么他有 就因为其实他就 每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就呃呃 去先去上健身房 先把身体呃 让身体去适应当 当地的一个 一个空气吧 一个环境吧 所以其实那是 他克服时差的 一个一个方法 所以谈到这边的话 在这本书 十样人生的礼物 其中第二样礼物 就是跟运动有关系 找到可以做 一辈子的运动 对 我想这 之所以他能够 总是这样子 神采奕奕奕 我想跟这个身体的操练 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 其实我觉得 比如说在他这第二样 人生礼物当中 他说找到一辈子 可以做的运动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其实运动 呃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买保险啊 那其实他会觉得说运动其实就是 最划算的健康保险 对 对 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很有道理 因为呃 他就是我觉得楚世音就是 我刚刚有讲他拥有那个 各地的那个健身房的那个会员卡 其实他就是用这个来克服时差 那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用运动的方式 来让让自己就是呃 看起来神采奕奕 那我会觉得说 嗯 运动真的 真的嗯 让他 让他发亮吧 所以我会觉得呃 他送给自己的人生礼物 第二样人生礼物就是运动 那他在这这这一篇当中 其实他也分享了很多 就是说他当时呃怎么样呃 就是觉得他运动给人家的好处 他在这边哦 75页写道 找到一辈子的运动 哪些好处呢 提升自信心 精神上更自动自发 然后呢 排除负面思考 保持活力 集中注意力 永远的健康保险 那所以呢 在这十样人生礼物当中哦 我发现哦 呃 原本在开麦克风之前 还以为这个凤椅哦 因为推出这本时间 有一段时间落差 是 想说记忆上是不是会有点褪色 那我想一个 有亮度的作者 一个生 这么生猛鲜活的作者 我想是很难让人忘记的 所以我发现 我帮你一开画夹子之后 哇 你这个真的是滔滔不绝 这样子 所有所有关于楚世音 跟这本书的一切 你都倾泻而出 大概是因为 就是跟他认识 认识很久了吧 然后就觉得 其实他 嗯 他的价值观 跟他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其实并不陌生 对 其实我想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作品 跟这样的一个作者 对读者来说 才是福气的 而且呢 才是有价值 好好去阅读的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 写写东西 其实这世界上有太多的文字匠跟文超工 写的东西不难 但他如何去活出他写的东西 这是相对不容易的东西 而且呢 这十样人生礼物啊 在我自己看来 除了刚刚 因为搭着凤衣的话题 谈到的运动之外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很多的读者 和社会大众 对于楚世音这个人的好奇 就是旅行 对他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尤其是我看到他第一项礼物 为自己出发 这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因为我想很多人 环游世界是他终身的梦想 对对 其实我刚刚 要来上广播之前 我又重新温习了一遍 复习了一遍 我会觉得 我刚刚看到就是 他从小开始 从小学三年级 我刚刚讲嘛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他就觉得 他想要环游世界 那他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他从来没有得过 全班第一名 然后他也没有当过模范生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 值得可以夸耀的事情 可是他就会觉得就是说 他想要环游世界 那他想要环游世界 其实后来 后来长大之后 他发现 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一个梦想 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把它实践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第一样人生礼物当中 其实他一开头 他就讲为自己出发 然后他就说 因为现代人很忙嘛 那如果就是 你忙到没有时间 听我讲一句话的话 他就告诉你 就是说 你就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想要改变你自己 你就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这样你就会成长 那我觉得在这样人生礼物里面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 勇敢跨出舒适圈 那我觉得对舒适圈这个定义 我自己在编辑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的兴奋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说舒适圈就是 你已经很熟悉 你目前的工作 你目前的生活 然后很熟悉 你的朋友可能都是老朋友 这样子 那楚适营会觉得就是说 他给自己的人生礼物就是 第一样人生礼物就是 跨出舒适圈 那比如说像他 他在陆地已经旅行很久了嘛 他就觉得已经太熟悉了 而且每个人都定义说 他是旅游文学家 旅游散文家 他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他就觉得 他好像被定义了 所以他就要离开陆地 所以他就去航海了 对 其实在他书中有写到 当别人认为我是旅行达人的时候 只有自己知道 我只是舒适圈变得比较大而已 我想呢 每一个人都要去 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机会 你要去突破你舒适圈的极限 因为包含你接受了一个 你可能过往没有做过的事 不同的任务 或者是认识不同的人 到不同的环境 那究竟旅行 对楚适营的意义是如何 我看到一句话 我也非常非常的有同感 他说旅行不是答案 而是一个方法 对 不是说我从台湾到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地区 要试图找到生命当中的 什么答案或等等的 而是找到一个 不同看事情的方法 或者也不是找到 而是你自然而然 在不同的环境的时候 比如说 当我在台湾 我是个本地人 我就会看待台湾 有很多的理所当然 可是当我到国外的时候 我是一位旅人 我是一位旅人 我几乎一切一切的事 我都要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是把身上所有的感官 雷达都要打开 我才能够好好的在那个 所谓的异乡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过活 可是呢 在这种感官打开的过程当中 也正是我们能够去看到 原来我在我以前的生活 跟生命里有多有多少的偏见 有多么的不自觉 对 那我觉得在看 楚世宁这本书当中 这十样人生礼物 其实为什么我特别喜欢 为自己出发 谈旅行 对它的意义当作是第一个 因为我觉得 这个礼物 就让我有点想到什么 你知道吗 像那个俄罗斯娃娃 是不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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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一直到我后来看到 比如说他给 所有人的第七 应该说他给自己的 第七样人生礼物 看得真的感动 他说呢 这个第七样礼物是什么呢 叫做着迷一件事情 成为某种专家 是什么样的专家都可以 这世界上没有冷门的专业 只有不够专业的人 是 对啊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棒 那我再补充 刚刚就是旅行的部分 其实在旅行的部分 除了你到异地之外 你到异乡之外 其实楚事营 他在第一篇里面 他就说 他第一次当背包客 去印尼的时候 其实在那段 那段时间 他碰到了很多乞丐 那他开始问自己问题 那那些问题呢 其实是学校 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 所以 其实在旅行当中 你除了感受到 异国异乡的一些 一些习惯文化的冲击之外 你会学着问自己问题 不管是大问题 还是小问题 那其实他在 所有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就突然发现了 他虽然有问题 但是他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比如说 他碰到乞丐 那是不是要钱给他 所以他就开始很多疑问 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很多钱 我也是背包客 那我的钱其实 也要花在其他的地方 可是我现在没有给他 那是不是 他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其实他产生了很多 也许我们看起来是小问题 但是那些问题的产生 让他冲击很大 为什么冲击很大 是因为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他会觉得 就是说当你在旅行当中 你要试着问自己问题 那这些问题也许 也许当时不会有答案 也不会有解答 可是可能等你长大之后 十年 二十年之后 你会找到那个答案 所以刚刚主持人不是讲 旅行是没有答案吗 他只是一个方法而已 对 其实这个人生礼物 除了就是你透过旅行 你跨出你的舒适圈之外 那透过旅行 你可以问自己问题 那这些问题的答案 也是要你自己去寻找的 其实我常常觉得 阅读也是同样的过程 尤其是你阅读一些 文学作品的时候 其实文学作品 我听过一个前辈跟我说 他说这个文学它的本质 本来就不是提供答案 而是帮助你问一些问题 或开始对一些问题 有所意识 对 那我觉得当我们对于一些问题 有所意识的时候 也就开始我们过了一个 有自觉的生活 对 如此这般下去 可能或许不在今年 或许在明年 或许在未来某个时空 某个时刻 我们对于一些事情 就所谓的顿悟了 你会去为那些问题找答案 对 那你找答案的同时 其实你就会更扩展你自己的成长 跟扩展你自己的想法 对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对楚世音来说 他就是透过旅行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那其实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之所以丰富 之所以精彩 我想楚世音跟一般人 最大的差别 在于他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的 为自己生命当中 找很多顿悟 与其说他去接收很多外在的刺激 环游世界 不如说他在环游世界的每一刻 他在他的心中 都不断地保持一颗亲民的心 去看今天我跟世界的互动 今天这个世界 这个环境 这些人 这些情境 对我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谈到这个呢 其实在我看他的书 尤其在最后尾声的部分 他有提到 就是这十个礼物的最后一个就是 有关于我们必须是要亲手去做 有关于行动的这一个礼物 就是呢 第十样礼物 不要停止自我表达 如何去诠释自己的故事 如何去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不乏表现的机会 因为现在媒体发达 可是往往我们常很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表现之后呢 他到最后他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美国很多人去抗议 这些非法移民 比如说墨西哥人老墨 去抢了美国人的工作 可是问题是 当他们在网路上开始去做一个活动 也就是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 常常去做一些 可能那个又脏啊 又不卫生啊 又很辛苦啊 又充满劳力啊 而且环境也很有污染的那些工作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发现一件很妙的事情 有三百个人响应这件事 就意思就是说要把墨西哥人赶出去 然后呢我们美国人要拿回自己的工作权 可是到最后 这三百万的人当中 只有七个人 叫做百万分之二的少数 他真的愿意做那些墨西哥人 今天在美国做的事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说起来很容易耶 但做起来真的不容易耶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很喜欢楚世音的书的原因 因为他就是一个实践家嘛 他就是一个亲自去 他说他做的 他做他说的 这就是这一本书我觉得 在我的意义来说最大价值 那不知道这个凤椅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听众补充的 好那延续刚刚的话题就是 在这第十样人生礼物 就是不要停止自我表达 那楚世音卫后来做了NGO的工作嘛 就是他在旅行的当时看了很多乞丐 那其实他后来他觉得就是说 如果他用一个组织 有一个这样的组织 可以帮助这些乞丐 然后又可以让他就是做他自己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 那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工作 所以当他在做NGO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必须要找很多金主 找很多财团来赞助他 然后来帮助他 然后他透过这些基金 透过这些费用 再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 比如说缅甸的学校或者是农场 那所以他在对这些财团 对这些金主他必须要做简报 那做简报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 比如说十分钟之内 他要把他的计划 很清楚地讲给这些人听 并且说服他们来 来掏钱出来 对对 赞助 那所以呢 他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他就会训练自己 就是说 去表达 然后他怎么样 要把他的计划 说得很清楚 所以他就会告诉读者 就是说 你也可以自己 做这样的训练 比如说 你给自己一分钟 然后你一分钟 你来介绍你自己 你可以介绍很清楚吗 或者是说 一分钟来讲你的梦想 你可以讲得很清楚吗 还是讲得虚无飘慢 还是就是说 你一分钟可以让别人 觉得说 哇 你真是太棒了 你的梦想真是太棒了 好吧 我赞助你 是 对 所以我觉得 在这十样人生礼物当中 最后的这样礼物 不要停止自我表达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要不断地说 也不是说 你要在媒体上面 大放厥词啊 然后讲一些 就是说 我觉得是一种 深刻落实 自我相信的事情 并且把它转化成为 别人能听得懂 而且能接受的 语言的 依照实践的能力 对 而且你要把你 你要很清楚 你自己的自我价值观的时候 你才能够说得清楚 是 那其实我会觉得 楚世音 在这第十样人生礼物当中 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一定要 有你自己 很丰厚的价值观 然后有 很清楚的价值观 然后有很丰厚的生命经验 那这个生命经验 就是旅行 就是专业 然后就是 你要运动 然后你要交朋友 然后在前面的 九样人生礼物当中 你就可以 可以让你自己的表达 变得更清楚 是 我们谢谢楚世音 带给她自己的 这十样礼物 为什么谢谢她呢 因为她分享了给我们 我想很多感动 很多智慧的交流 就是来自于 分享和实践的过程 不断的交互跟运用 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 今天很感谢 凤怡来上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日后 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再邀请你来谈一谈 你们家一些好书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到这边咯 祝福你也能够 为自己找到生命当中 非凡的礼物 拜拜 拜拜